Hello, this is Woken Fish 之前曾經跟大家介紹過 Space Desk 這個可以將平板當作電腦第二螢幕的程式 這個程式過了這麼久也更新了些功能 其中也有改善使用體驗的部分 所以今天就讓我們再來重新介紹一下Space Desk Space Desk 這個程式可以讓我們的其他裝置 不管是手機、平板或是其他電腦 使用有線或無線的方式變成某台Windows電腦的第二螢幕 並且Space Desk 顯示席端的程式對裝置的硬體要求並不高 即便是一些記憶體低騷的老裝置也有辦法跑得起來 系統也有支援到一些比較老的版本 像是Android的部分最低可以支援到Android 4.1 蘋果的部分則是可以支援到iOS 9.3或iPadOS 9.3 基本上現在還開得了機的老平板應該都還能使用 那麼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如何使用Space Desk 這個程式 首先我們需要先到它的官網下載伺服器端的程式 Space Desk 官網的連結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我們在它的官網稍微往下滑 按下載的地方 選擇Windows 10、11的64位元版本 喔對了剛剛忘了提 伺服器端的程式只有Windows版本 下載下來後我們直接安裝 理論上這邊全部按下一步就可以了 在安裝完後我們就會看到Space Desk 的控制面板 我們可以在這裡開關Space Desk 以及設定它是否要開機自動啟動等 當然它這邊還有目前連上的區域網資訊 以及會顯示系統資訊 還有目前這台裝置上 有沒有驅動 會與Space Desk 發生衝突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到平板上 來安裝顯示器端的程式 因為我手上的平板是Android平板 所以這邊我就打開Play商店 搜尋Space Desk 直接安裝程式就可以了 安裝完後打開程式 顯示器端程式的首頁 中間會顯示著目前可以連線的裝置 如果你的電腦和你的平板 已經連在同一個區域網內 那麼通常情況下 它就會直接顯示在中間 點下去就可以直接連線 此時我們就會看到 平板已經化為我們電腦的第二螢幕 我們可以在電腦的顯示器設定裡面找到它 並且調整這個顯示器的位置以及解析度等 但此時我們有可能會發現 在平板上的顯示畫面延遲有點高 如果有發現這種現象 我們可以先在顯示器端中斷連線 然後進到顯示器端的設定 找到Quality Performance選項 進到裡面將Image Quality 給調低一點 理論上這樣延遲就會稍微降低 當然最好的方法還是讓你的電腦以及平板 離Wi-Fi稍微近一點 或是如果你的電腦可以分享Wi-Fi 就讓你的平板連上你電腦的Wi-Fi 反正只要在同一個區域網內 就可以使用Space Desk 除了使用Wi-Fi來無線連接 Space Desk現在在Android裝置上 也可以直接使用USB來進行連線 我們回到電腦伺服器端的控制面板 在裡面找到Android USB Cable Driver的選項 點下去確定它打開 我們就可以使用USB線來連接Android裝置 我們在平板上一樣打開Space Desk的程式 將USB線接上 然後允許傳送檔案 我們就會看到平板直接變成電腦的第二螢幕 這個連接是強勢性的 只要你接著USB線 然後在Android裝置上開啟Space Desk 就會直接連上 上述的這些功能以及設定調整 主要都還是圍繞在 將平板作為一個純粹的第二螢幕 但其實現在最新版本的Space Desk 已經可以做到從平板播放聲音 以及利用平板來作為一個觸控螢幕 而且這個觸控螢幕 可不是隨便一個什麼調整滑鼠過去而已 而是可以將平板真正的作為一個觸控螢幕 有辦法觸發系統的觸控螢幕手勢 這邊我先將平板斷開連線 然後在設定的下方 有一個Input Device 的選項 我們點進去後就可以看到觸控螢幕 以及觸控比的設定 我們將它打勾 就可以在連線的同時使用平板來觸控 只不過這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觸控它要分成兩種類別 一種是絕對未知的觸控 這種再可以觸發觸控手勢 而相對未知觸控 這次可以讓我們透過滑動 來移動我們畫素游標的位置 再來聲音播放的部分 我們只需要在連線時 一開旋覆按鈕 將裡面的Audio選項給打勾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聲音設定 多了一個新的喇叭 以上就是Space Desk 的一些基本使用方法 以及功能介紹 希望這部影片可以幫助大家 達成多螢幕辦公的夢想 或者是純粹拿你的平板來費無力用也行 OK 今天沒的沒出啦 如果新聞可以在影片下方幫忙 先給大家訂閱 OK TKZ See you guys See you guys